另外一个新生是在罗东镇 为了方便骑机车的乡亲 到罗东火车站来购票 或是接送亲友 先议员陈鸿熙就特别建议相关单位 在不影响交通动线和关站的前提之下 寻找适当的地点来划停车格 方便机车族临时停车 先议员陈鸿熙指出 罗东火车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但是骑机车的民众 来到这里购票或者是接送亲友 却找不到临时停车的地方 非常不方便 若临时停在马路上 不但会被开罚单 也有爱观瞻 一个民众你给我反映 就是说他来罗东火车站前往这边 就是说他要来临时 要来买一个车票 还是说他要载 欧巴桑或欧巴桑来这里乘车 你不是欧巴桑要放一下 放一下没差过10分钟至10多分钟 但是我们罗东火车前面这边广场 都没有一个临时的停车格 变成现在我们停车 我们摩托车来这边的民众没有地方停 造成那个很杂乱 因此陈议员特别建议罗东正公所 或者是台铁 在不影响交通动线及景观的前提之下 寻找适当地点 划设停车格 方便机车组临时停车 不过为了增加周转率 必须限定停车时间 如果超过时间 也要依法处罚 希望说法公所 或是我们火车这边 划计格的免责 整个停车格 给民众使用 至少临时停车格 不能超过半分钟的时间 如果超过半分钟的时间 一定要开罚 让民众更方便 有免费人说 来这边临时停车 摩托车的方便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